大家好,我們開始講一個很興奮的題目,今天會講一個基因解謀,一切從生命科學開始。 這幾個月,大家應該對基因和細胞測試不太突出,因為疫情和病毒,進化,所有的東西都與基因相關。 今天我想在這裡分享多一點基因的重要性,以及為什麼醫生或科學家這麼緊張去了解基因的重要性。 我是Dr. Selva Choi,也在CIE大學CIE的學院教導生科學,所以如果同學對生科學有興趣,或有其他問題, 我可以幫助大家解決,事不宜遲,我們可以開始今天的談論。 首先,大家可能也有概念關於基因,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大家也說基因很重要,重要是什麼位置呢? 其實大家的外表,身形,甚至你現在看到的食物的相片,他們的外形,味道,都是由基因去決定的。 所以你說有些人可能高隱微瘦,或者覺得是不是他的樣子比較標誌, 除了化妝或整容,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基因。 基因就是你爸爸媽媽每一邊給50%給你,這樣就形成今天的你。 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很英俊、美女,或者特別聰明, 你要多謝父母。 但是身形呢,其實是屬於你父母的遺傳。 基因,其實有很多時候都是延長的因素, 或者是之後自己做運動,去影響自己的身形也可以。 但是基因,我剛才說是可以影響你的行為、思想。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有些人說態度決定在一起, 基因也是決定你很多事情。 剛才我說的行為、思想, 引致你的怎樣對待長輩,怎樣對待同輩, 也都是跟你的基因很有關係。 所以基因其實基本上都在控制著你某程度上的脾氣、態度和態度。 所以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將來, 甚至你的 career 的發展, 都是跟你的基因很有關係的。 所以你看到這幅圖, 魚的尺寸、魚的尺寸、 粟米、橙、奇異果等的外表, 都跟基因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經常說, 基因改造食物, 是否安全呢? 你改變它的基因, 引致到可能增加了它們的產量, 亦都增加了它們的適應氣候、環境的可能性。 所以很多時候你看到, 士多啤梨、番茄一年四季都很甜, 或者產量是很豐富的,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基因改造, 所以改造一個生命, 或者細胞的基因, 其實可以對整個社會結構造成很大的影響。 你試幻想, 如果我們是隨著士多啤梨, 可以正常的生態環境這樣生長, 可能你一年, 可能只有兩三個月, 可以吃到植物, 變相可能你會買多其他的生果, 這樣會影響了整個 fruit 的市場。 所以基因其實除了對生物有影響, 其實對整個經濟體系也是有影響的。 所以要了解到什麼叫基因, 其實對我們, 除了自我的生命, 如何看待其他生命, 或者如何做藥, 甚至到經濟層面,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基因改造有它的好處。 剛才我說可能產量會比較多, 令到它適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氣候。 這也是解決糧食的問題。 但是有些人說, 基因改造在食物上是否安全的呢? 或者再發展下去, 會不會對整個生態系統有影響呢? 所以我們讀科學, 除了懂得如何利用一些基本的知識, 去應用到新的科技, 我們都要想一想一些, 我們現在經常說ethical的問題。 究竟是人道性有多高, 或者對整個生態有多大的影響呢? 基因改造, 我吃下肚子, 如果對自己健康沒有問題的話, 那也好, 你剛才說士多啤梨四季都有, 蕃茄、粟米又可以超大, 產量又夠多。 但是與此同時, 我們天然的一些植物, 可能會因為太多基因改造的植物, 在市場流通, 或者它們污染了天然的食物鏈, 其實都會令到我們自然界的分配, 是有很明顯的影響的。 那這個可能影響過lateral environment, 所以在我們讀科學的時候, 除了要知道那個basic knowledge, 另外呢, 要將它apply, 再我們要分析, 應不應該放在某一個層面上面。 那當然, 可能很多東西不是我們控制的, 例如我們說, 雖然有些人很多反對的聲音, 繼續基因改造的動物, 或者食物都好, 但是與此同時, 又要解決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缺乏食物的問題。 那所以, 中間有一個平衡位, 我們要知道, 究竟是怎樣取得最安全的狀態。 那所以, 這個talk, 其實都想告訴大家, 基因, 我們可以知道基因有多能力, 但是與此同時, 也要知道這個knowledge, 是可以影響我們生態很多的環境。 OK, 這個是一些之前的news, 大家現在有COVID-19, 很多年前也有SARS, 我們都很緊張的, 最緊張的就是除了那個virus, 究竟 spread out 得有多快, 另外就是基因排序, 在哪一個sauce那裡來的, 例如之前有果子尼, 或者我們說蝙蝠, 禽流感在那裡, 在那些雞, 豬油羊雞那裡,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知道呢? 知道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 我們知道了那個animal source, 可以阻止了那個人, 和那個動物的接觸, 這個位置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幫助我們, 剪掉那個源頭。 另外就是, 我們要設計一些疫苗, 現在很具爭議性, 究竟哪種疫苗安全, 或者那個輔助有多大? 但是, 之前我們做一些測試, 或者放在動物身上, 甚至去到医療試, 放在人體身上試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要做, 就是知道基因排序那個virus, 接著才知道, 究竟設計什麼的疫苗或者藥物, 可以針對那種的抗原, 令到身體可以釋放一些, 我們自己控制得到的免疫的反應。 OK?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由一個基因的排序開始的, 所以基因呢, 這個分析, 就是我們的發展, 其實是對我們預防疾病, 控制疾病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其實這一兩年, 自從可能COVID-19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坦白說, 有很多的測試, 有很多的, 譬如DNA化驗, 口水, 或者我們的血液的化驗, 那個要求, 那個需求是大了很多, 所以我們Live Science的學生, 或者Applied Science的學生, 都在這一年, 就是上年畢業的學生, 都比較容易可以找到相對的工作, 這個也是很大的, 告訴我們, 其實香港或者全球呢, 是需要這一方面的人才的, 你們都看得到, COVID-19不是只有19, 可能接下來有22, 或者很快就會有COVID-21, 都不奇怪, 因為一路變種, 而變種這個現象, 是我們可以預見的, 亦都是我們預料它會不停地變種, 所以, 疫苗要趕快地推出, 亦都有很多新的藥物, 去針對這個病症, 例如, 可能外面, 如果大家有留意, 有一些藥廠, 是在做一些藥物, 是令到這個疫苗, 沒有那麼容易黏在人體的細胞身上, 或者針對我們肺部的一些組織, 那這個也是, 我們很想很想快點去做得到的, 因為除了疫苗, 另外一件事是可以降低我們的, 醫療成本就是, 確保它之後的後遺症, 或者它們的症狀是可以減輕的, OK, 那一旦那症狀是減輕的時候, 那那個醫療架構的壓力也會小了, 那就不是說單一, 只是需要疫苗去救全世界, 那希望可以有一些新的藥物, 是針對這一種COVID-19的, 基因, OK, 令到它可以沒有那麼容易黏在人體細胞上面, OK, 那除了病毒, 或者一些細菌的檢測, 那疾病呢, 都是一個我們, 很想知道, 譬如, 假設你將來有機會做爸爸媽媽, 你都很想知道, 究竟我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會不會有某一些, 現在很多小朋友的自閉症, 或者亞視保家, 那在十年前, 即是十幾二十年前, 在我做小朋友的階段, 那時候驗這些疾病, 就很簡單, 就是用一些醫生可以用的工具, 可能跟你溝通一下, 看看你的溝通能力, 技巧, 或者你對社交, 或者你對社交有沒有一些恐懼症, 那就決定小朋友有沒有自閉症, 所以以前呢, 是用一些很簡單的測試, 去決定, 或者去評測一個小朋友, 有沒有這一種的病,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叫往症, 就是, 那些小朋友就是正常的, 就是可能在幾歲的時候, 還沒開始, 發育完全, 他們還沒有溝通的時候, 就會被人標籤了, 他可能有某一些疾病, 就去讀一些特殊學校, 或者在學校要有一些, 另外一些輔導的班, 要給他們, 但是現在呢, 就除了, 我剛才說的醫生的判斷之外, 你都可以做這些基因測試, 去測試究竟, 有沒有這一類型的疾病, 那所以, 也都是會減輕了, 我們叫往症了, 就是小朋友可能就是, 再多一個肯定去支持, 究竟他有沒有這種病, 那才放多些資源, 去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來的, 因為每一種的病, 不是單一只有一種基因去影響, 可能是有三至四種, 所以很多時候, 大學裏面做的研究, 都是基於這個知識, 究竟, 這一堆的病人, 譬如50個, 或者100個例子, 我們拿回來, 看一下他的基因排序, 究竟有些什麼, 是通常的, 通常在哪裏錯了呢, 或者在哪裏多了呢, 少了呢, 會不會這一堆病人, 某一個基因是特別活躍的呢, 引致他有自閉症, 或者有阿士堡加的傾向呢, 那這個研究, 也是可以幫助得很快, 你知道, 你預先知道, 小朋友有什麼問題, 第二就是更加準確, 這樣去判斷,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 基於一些表證, 就告訴你, 你有什麼病, 所以這個是幫助到很多的, 家庭和小朋友的, 另外呢, 就是剛才我說, 有些自閉症, 阿士堡加呢, 其實都是基因遺傳, 另外, 癌細胞呢, 經常都是癌症癌症, 那很多時候去到中年, 或者老人家, 就開始很緊張, 會不會自己有這個遺傳的因子, 大家不知道, 這樣有沒有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那現在呢, 也都有很多的做份子技術, 就是留意你的DNA排序, 看看這個蛋白質的那個份量, 活躍程度那讓你平衡, 如果你會不會有這個基因的遺傳呢, 以前可以我爸媽媽, 或者我公公婆婆婆婆婆然後媽媽, 是因為那種病而過世的, 我覺得自己就很高危了, 那當然也很害怕, 可能在未來幾十年, 又不吃這樣的, 吃那樣 避開去哪裡 如果我們有這個分子技術 講講可能五個小時 就會知道 究竟你 例如breast cancer 或者子宮頸癌 那個風險有多高 那你就會可以真的做一些預防的工作 或者不用經常嚇自己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想有一個前瞻性 以前經常都說 早知道我有什麼什麼病 就可能早點預防 或者老人家早知道我這樣 我就快點環遊世界 所以現在就希望不會有這個組織 就是不會有這個埋怨 為什麼不早點知道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早點知道 可能你在十幾歲 或者你懷疑自己是有這個基因遺傳的時候 你開始做這些測試 所以這一科其實那個出路很闊 就是除了現在眼前你看到COVID-19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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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方面是很需要基因測試 很需要基因搭配的人才 另外長遠來說 所有現在前瞻性的 醫療不是說你病到 就是走不動或者病到 真的摸到自己 哪裡痛 哪裡腫才去 現在是很想早二十年 早十年知道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大趨勢 是這樣的了 所以說其實基因解碼 也可以引生到一種個人化的醫學 那個人化的醫學呢 除了剛才我說我想早點知道自己有沒有病 我想早點知道 我沒有遺傳生子 這個引發到可能是癌症 那另外呢 個人化的醫學呢 其實就是 以前一種藥 Panadol 你頭痛腳給Panadol 那十個Patient 可能有一半說有用 那另外一半沒有用 那怎麼辦呢 那就繼續試 一年可能試兩三種新的藥物 OK 那就試到剛剛為止 但是你想一下病人可能一直在患上的 那如果你有一個基因的排序 告訴你 其實你頭痛 你腰痛 你可能肌肉痛 是一些基因問題 不是說你做運動 或者扭傷腳 那這些個人化呢 就可以讓你知道 醫生一看 原來你這個基因有事 那這個基因有問題 應該是配什麼的止痛藥的 哪一種止痛藥是針對 你這個有問題的蛋白質 或者酵素 而去治療你的病 那我們叫個人化的醫學 那這個也是很普通的 現在是很想做的 那如果你雙中科技 雙中科學 你會發現 其實所有這些概念 或者想法 五年 十年內一定是會差不多做得到的了 那你想想 以前我們做疫苗 都說做十年八年 現在你都看得到是快 那當然中間的過程 我們是要加快了的 就是那個測試或者對應那些素質 有什麼年紀 聯盟塵 是加快了 但是那個技術是會越來越快的 但是測試或者你說 說放上去人身上要觀察多久 這樣就沒有辦法鬥快了 就是你時間就是這樣過 OK 但是很難說 我因為真的要看十年那個副作用 那我等十年才打這支針 其實就會沒有了那個意義 所以在中間要拿一個平衡位 OK 那有人才說 一個測試 我一個測試 我就有很多很多的答案 我只不過抽他一滴血 或者現在不用的 口水的分泌 那裏面有DNA 我們已經可以在你的口水裏面 放在一部機 把DNA放到一部機上面 令到它不停的幫你amplify 就像影響機一樣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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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令到那個分量很大 DNA的分量很多 可以做很多的測試 那你知道有沒有cancer OK 又沒有一些其他的遺旋疾病 例如有些人很怕這個 譬如阿士保加的自閉症 或者地中海貧血 這些這麼典型的嚴重的疾病 我們可以很早很早知道 OK 那也有個叫23and me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那就是收集口水 接著你寄去那間公司那裏 那它就會畫到很多的數據給你聽 如果數據幫你分類的 例如在一個電話的APP你已經看得到 就是它當天有結果 其實它就寄去結果報告給你 那它就會跟你說 分析你哪一種疾病是有這個 高危險 哪些低危險 那這個當然你不可以說拿去作準 你不可以說我cancer risk很低的 我的基因絕對沒有問題 那我就不停地吃一些 Casino 自然物質 例如吸煙 喝酒 夜睡 那不可以這樣的 這個是講你的基因 你先天性的那個risk 但是後天的risk其實都很大影響 其實才說你夜睡 壓力大 吃煙喝酒 那這些也是一種催化的作用 就算你沒有這個基因問題 都可能會引伸到你這個患癌的風險 會高很多的 所以你不要想著我基因沒事 我就飛天遁地 我都不會死的 那不是的 但是我想告訴你那個方便程度就是 就是你可以口水的分泌 再放進PCR機器 就幫我們amplify copy很多很多的DNA 那你就會在那個app裡 看得到你自己的所有的位置 那以前都挺貴的 好像八九千塊一次 但是這一兩年又便宜了很多 因為很多競爭 香港本地都有很多這些的測試 那都有可能二三千 都知道很多的問題 那另外一些就看一下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的朋友都有小朋友 那他們都會用幾萬元 可能去測試 小朋友有沒有一些藝術的感受 或者一些運動的感受 音樂 那也都有分析到 因為有一堆的基因 也都會決定 或者有一點點的決定 告訴你這個小朋友的才能 在什麼方向 但是看看大家怎麼想 有些家長覺得 喂 我不想知道 因為如果小朋友 的最好的朋友是游泳很厲害 他跟著他游泳 但是那個測試告訴你 喂 他沒有 他沒有運動的才能 運動的才能是零 他有藝術的才能 就是你給他學畫畫 你給他學字典圖 那怎麼辦呢 那家長就站在那裡心想 就是 如果我的家長 明明我看到小朋友 游泳這麼開心 我沒有理由 不去 不去 不去給他游泳的 是不是 但是原來他的才能 不在游泳那裡 基因告訴我 那怎麼辦呢 OK 那我是否停止了他呢 那其實 是不行的 OK 就是這個方法 其實很多家長也都想用這個方法去栽培小朋友 但是 發覺 都會有一個糾結位 OK 那究竟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那其實都是一個爭執位來的 那另外就是保險公司 就是我不是想賣廣告 純粹知道有一個新聞 就是 他們會 當你 就是幫他簽份保單的時候 他會送這個游泳給你 OK 送這個游泳給你 讓你呢 可以知道自己有些什麼 有些可能性的危險 或者一個小朋友 有些什麼才能的取向 所以這個也是挺有趣的 OK 那我剛才說 DNA呢 是一個藍本 OK 就是我知道這個方法 其實我應該用廣東話 不過科技是比較難用中文譯出來 所以我說的時候會用廣東話 OK 但是那些範圍呢 或者一些字 可能一些英文 讓大家聽我說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說一個藍本 一個Blue Plint OK 那這個Blue Plint 當然是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譬如你開車也有個地圖 OK 那煮東西也有菜單 那DNA就是我們一個行動 一個生活狀態 或者這個表證的一個行動 就是說你為什麼那些人可以 就算你性格 很開朗的 很活躍的 有些人比較耐廉 比較害羞 其實除了環境影響 或者朋友 家庭背景影響 你的基因也會決定 究竟你那個腦的 感應和活力有多高 OK 譬如有些人對顏色很敏感 就是粉紅色也有分很多種 那男士最知道的 就是如果 如果女朋友拍拖 問你買眼影 燕紙 你真的分不到粉紅色 但是女人才能分到的 OK 那這個可能是基因問題 那對顏色很敏感 或者那些人是對 食物的味道很敏感的 那這個其實跟我們那個 某一些基因的活躍程度很有關係 那所以我們就說 基因就是我們的藍本 你生活 你那個待人節物 你的樣貌 你的性格 其實跟基因很大關係的 OK 那所以呢 剛才我們說 基因是會幫你製造蛋白質 但是很多朋友 或者同學未必很了解這個基因 那種所謂的proteins 就是蛋白質 不是說你吃過它的蛋白質 是我們所謂的酵素 我們細胞上面的一些 接收的receptor OK 我們的肌肉 OK 我們不同的心臟的細胞 血管 那就是所有 你現在看到的東西 都是由蛋白質 去組成的很多時候 那所以 我們的蛋白質 不是只吃落肚 我們吃得落肚的蛋白質 比如吃雞蛋 芝士 牛扒 牛扒 我們是拿它裡面的氨基酸 我不是真的用了牛的蛋白質 是沒有用的 我不是一隻牛 OK 雖然我也想很勤力地做一隻牛 哈哈 但是我不是一隻牛 OK 所以我們喝牛奶 或者吃芝士 吃牛扒 那些蛋白質 其實我們會消化它 成為最基本的氨基酸 氨基酸 那這些氨基酸 就可以幫我們 製造肌肉 製造我們那些內臟的細胞 或者酵素 所以我們又 保持到我們正常的呼吸系統 或者心跳系統 所以我們那個酸基酸 其實很重要 那酸基酸都是由基因那裡來的 所以我們說人的基因是很長 很多很多 大約二萬五千個基因 OK 但是二萬五千個基因 是我和你都完全不同 那如果看回人 其實我超過90%的相似程度 就是相似程度 但是不是 我和隔壁那個人 差很遠的 我很英俊的 OK 隔壁那個人又很厲害的 為什麼讀的書都不厲害 就說我和他的基因好像 刺激 那10%的差別 或者5%的差別 其實已經可以很大分別 因為那個基因排序 現在你叫做CGAT的排序 除了我們那個次序有分別 那個活躍程度 都很大分別 OK 所以我和你都有這個基因 譬如製造胰島素的基因 但是我的胰島素基因 我很活躍的 另外一位 製造胰島素的基因是有問題 它不懂得把它打開 不懂得幫你製造胰島素 所以已經有很大的分別了 可能那個排序是一兩個 A和T的分別 那已經令到整個活躍性 受到改變 所以你和我呢 雖然我們好像人類基因 有90%相似 或者和蟲 人和蟲都有70幾80%相似 那是不是我們很容易 這樣變成蟲呢 那又不是 那因為我剛才說過 最重要的就是活躍程度 是不同的 所以呢 也有很多的研究 告訴他 基因 我們叫做Conserved 那個名字 寫Conserved 就是很相似的 除了基因 除了沒有相似 我們的蛋白質 和猩猩 Champions 是有99.4%相似 那但是呢 剛才說最重要的 那個活躍性是不同的 OK 所以當你 就是要讀Life Science的科目 如果我們跟科技有關於科目 我們就會解釋多一點點 啊 為什麼 這個 sequence 那麼相似 但是那個活躍性 會不同的呢 OK 那樣的活躍性 就是不同的品種 也都會有分別 OK 那這個分別也是 引致到 在整個進化的過程裡面 有不同的 species 還可以生存得到 OK 那所以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有這麼 那麼相似的基因 引致到我們那個行為 都很相似的 OK 那人和人之間的行為 已經很相似 我們都互相模仿 譬如有兄弟姊妹的 你會互相模仿 有同伴朋友的 你都會互相學習 所以這個互相學習 其實是一個機制來的 在Evolution 我們希望生存得到的 organisms 的動物 可以互相學習一些好的東西 所以 你爸爸媽媽經常跟他說 近株者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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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跟著好人 或者勤力的人 那你可能都會感染到 他們讀書的一些動力 或者做運動的一些持久力 恆心 這個就是我們在動物生存上面 是一種既定了有的potential 所以互相學習 其實是有得解釋 那為什麼 可能父母比較緊張 為什麼中學 可能他們會跟你吃飯 會跟你放學 接你放學 希望 就是怕你們學壞 那所謂學壞 其實是有科學根據的 我們每一個很近的species 或者DNA很接近的動物 的群體我們互相學習 我們互相學習 是年齡越近 你是越想互相學習 所以你媽媽 爸爸跟你講很多道理 你未必聽得到沒有 即未必聽得到入腦 即是那一刻 即是十幾歲 你爸爸媽媽可能三十幾 跟你講話 溝通你是不想聽的 因為不是你的童年 那個階段 所以這個conserved behavior 都可以互相學習 在我們剛才說 童年的動物 或者很近親的動物 都會有比如人 和童年 我們都會互相學習 那這個也是一個基因上面 一些距離了的能力 另外我們很 科學家很努力地 現在就個個在專注著 COVID-19 在找著COVID-19的抗原 希望刺激到我們的白血球 做抗體 另外以前一直都想 我們是不是想聰明一點 我真的想過目不忙 或者今早我兒子跟我說 我想吃顆藥 就不用溫習了 其實我們是有做這些研究的 我們很多年前已經 一直想找一些 所謂的Smart Genes 令到你聰明一點 記憶好一點 所以會有很多基因 現在告訴你 有些藥 告訴你 因為我吃了這種維他命 或者某種的藥物 會刺激到我們的記憶 會持久一些 或者腦細胞會發達一些 其實除了 剛才說的維他命 可能有用 另外一些藥物 就是針對某些基因的 所謂的Smart Genes 我們希望去刺激它 可能你正常 可能去到二十幾歲 你的Smart Genes 已經很低 但是不是我現在都很想很聰明 我都很想學新的東西 所以我讀科技術 我很想讀科技術 那怎麼辦呢 但是我記性又差 有些藥物也可以幫得到大家 所以坊間也會有這些研究 告訴你 那種藥物可能刺激你腦部的 什麼位置呢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我們了解了基因 知道基因究竟需要什麼 藥物 或者藥物 或者植物的蛋白質 它們都會刺激我們人類的細胞 刺激人類的基因 那這些就是我們一直去做很多研究 去證實 很多時候在老鼠裡做 那也都會在其他比較進行的動物 例如狗 或者百兔 都會在不同的動物身上做 那所以 用動物來做基因的測試 基本上是避不開的 那也都有些外匯動物的協會 或者人士會反對 但是 要去到基因發展得快 那做生物測試就難免了 因為你細胞的話 你只做細胞測試 可以測試到那個細胞的變化 但是你看不到那個動物的變化 所以在動物身上才能看到 那我剛才說 很厲害的基因 但是原來我們發覺 當一幫賭徒 聚在一起 或者有一些 我真的認識一個人 他是很難賭的 但是原來他爸爸 他爺爺 他太爺 他伯父的全部都是 很喜歡賭錢的 那我們就懷疑 他的賭博 是非常活動的賭博 那賭博 賭博也是在科學家的研究裡面 都挺有趣的 我發覺有些人士 或者家庭 確實有這個賭博 有些人士是超過激活的歷史 所以解答到 為什麼那些幾代的人 都這麼喜歡賭博 或者覺得賭錢很興奮 任何人都說 我和他賭 我和他幾比幾 那些 其實是 有這個才能 因為他們的基因 可能是特別活躍的 刺激到他們的腦部 都會想怎樣去賭博 所以賭錢 喝酒也是的 喝酒 吃煙 其實都是有一種很容易上癮的傾向 那這個腦部 有些同學 或者朋友的腦部發展 就特別敏感的 敏感在微乎釘 或者酒精上面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想做些什麼 除了想知道 有沒有你的基因 也都想告訴父母 你的小朋友 可能有這樣的能力 當然你不會說 我一種基因去試 每個基因我都想知道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也未必要做到這麼細節 但是起碼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有這個背景 你都可以請問 有沒有這方面的資訊 我想試一試 做這個測試 剛才我說 喝酒 賭錢 暴力也是的 暴力也是會有一個基因 去決定你的腦部 究竟有多傷打人 如果你發覺 我真的很醜 除了這陣子的壓力大之外 也可能你長期來說 有一種基因的決定 給你這個情感 所以其實那個行為 情緒都會很受到基因的影響 很多年前已經有這個研究 之後簡直可能 用來上判的那些人 用來做其中一個判詞 去減刑 不要說希望說服官 判你沒有罪 如果你說我這個基因 所以我就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覺得剛剛才知道 之前確實會有人用來減刑 但是之後很具爭議性 後來也好像不太承認 大家都相信除了基因 其實環境或者之後成長的背景 可能比基因的決定更重要 但這個可以做一個參考 所以其實之後的研究很多時候 在講你的智力 剛才我說的情緒 衝動 其實全部都是跟基因有關的 所以讀這方面 其實都是想讓你知道 原來很多時候我們那個 生活的細節 你的行為 跟基因都很大關係 除了知道自己的性格 你的個人特質 剛才我說criminal 就是你那個 幫你查案 很多時候的DNA 測試的DNA 那手指毛可以嗎 是很多年前已經可以造假的 就是技術已經可以幫你改了 或者犯人破壞了自己的手指毛 都可以的 所以手指毛開始不可以這麼準確了 希望在DNA身上找到一些線索 因為DNA不能騙人 你不要說我改了自己 這個細胞的DNA 是不行的 因為你撩口水 已經過千萬個DNA出來了 你不可以只改一顆細胞 OK 所以 比如說頭髮 頭髮根 口水 血液裡面 都會有你們的DNA 如果在空岸現場找到 走不掉的 如果在空岸現場找到 所以當我們拿了DNA回來 看見很多 很多coding 我想現在你們不怕的 年輕的這一代 因為你們習慣了聽什麼解碼 這些coding 所以你的DNA 你當它是一個綠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綠 這個綠 這個綠可以很長 你也不用背了它 通常在電腦上 就會告訴你 當你去做這個DNA檢查 它會發文件給你 就告訴你 你的DNA是這個排序 你很害怕 你看到什麼 這是外星畫 不要緊 不是叫你背了它 那你就拿你這個DNA 或者科學家 就會拿這個字的DNA 直接 copy and paste 就放進那個data base 那裡 所以我說那個data base 已經儲存了所有人類 猴子 蟲 蝴蝶的基因 那你放進那個data base 那它自然會告訴你 你這個基因其實是 跟哪一種生物的基因很相似 或者剛才我空岸現場找到的基因 跟你身體細胞的基因是100%相似 那你就走不掉了 OK 因為有幾個疑犯 可能只有60%或者50%相似 那就不是它了 那個基因 OK 所以這些就是很準確 你不能造假的 OK 所以剛才我們說 有一些很簡單的儀器 已經足以知道 DNA究竟是不是屬於這個疑犯的 OK 那這些1GLD 我們中學你們都有試過做的 OK 但是去到大專或大學 除了都會用這些的儀器 我們還會將它分析 例如 譬如這個這樣 結果 就會告訴你哪一個是疑犯 或者用這個技術去看你們的血液 都可以的 就是血測試 OK 那我們在CIE Biochemistry 這個程度 都會做到這個測試 所以同學生可能只需要三小時的時間 就會知道自己的血液 當然大家其實現在都會知道 但是讓你模擬一次在Clinic 或者在實驗室上面 怎樣可以真真正正地 即時看到自己的血液 究竟A型 B型 AB型 OK O型 所以剛才我說 我們會在機器那裡 GEL Eletroborasis 然後按Eletroborasis 然後按Eletroborasis 就會看到我們的DNA 那個圖案 是怎樣的 OK 這個不是真正 這個不是直接給你看到 ATCG 這些圖案 給你看到一個圖案 這個圖案 這個圖案也是很獨特的 OK 大部分同學生 都是獨特的一個圖案 OK 除非你有一個 類似的類似的類似 就可能難分辨一點 大部分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找到究竟 那個DNA sample OK 你的DNA 跟那個兇案現場 或者跟你父母的DNA 有多相似呢 這個圖案 也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看得到的 所以DNA 雖然你說我摸不到 你說是就是的 以前的人是這樣的挑戰 那現在其實不用爭了 你RUNGL 看這個圖案 你就知道 你口水裡面的DNA 的圖案 會不會跟某些人相似呢 所以親子鑑定 都是用這個原理的 OK 剛才我說 看到人 看到疾病 親子鑑定 空案現場 也都是在植物身上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一些鑑證的 因為很多時候那些什麼當歸 這些很貴的中藥成分 都有造假或者那些 其實那個成分是沒有那麼高的 或者是做了一顆藥 但是我怎麼知道裡面有那個基因成分呢 其實也是很簡單 就像剛才這樣 你將 譬如牛肉的套 他跟你說這個是牛肉漢堡 OK 但是你說吃下去不像牛 那你就可以拿一個相片去化驗的 OK 抽取DNA 再剛才好像PCR 再RUNGL 看到DNA pattern 那你就可以對一對 原來不是它欺騙我 原來是雞肉 OK 腸仔呢 它寫是雞肉腸 原來是混了豬肉的 那之前八家衛康我們都 就是有些大學都做過這些研究 你知道那些腸仔有些是 聲稱是牛 其實可能混了一些豬 或者混了一些雞 OK 所以其實可以很快就知道的 所以我們基於 對基因的一些的了解 基於你真的可能 讀生理科技 你知道化理科技的 Basic Knowledge 起碼你會應付得到這些測試 其實難就不是很難的 都是放到機器裡等時間過 接著電腦就會出到資料給你 但是你要分析資料 分析數據 你是要有一定的知識在這裡 剛才我們說基因改造也是 基因改造也是其中一種 我們是很想知道的 就是有些人聲稱 我的鬥災沒有基因改造 這些黃豆的基因改造 那怎樣試呢 都是靠DNA analysis 是否可以接受 那說到很遠 是真的很遠的可以 除了現在講的COVID 人類的疾病 植物的基因改造 空岸現場 以致到美容業 都是跟DNA的基因走不走的 那美容業如何發揮呢 真的靠基因改造Bio Technology 例如現在 現在不是現在 十年前已經很流行 打Bot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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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皺紋會少了 是細菌的毒素 那毒素怎麼來呢 就是因為知道這個基因 會製造某一種的毒素 而這種毒素呢 就會令到你的肌肉 或者表情紋減少的 短暫性 OK 當然它會degrade 會慢慢沒有了 這種毒素 所以就不是真的對你有毒的 但是可能在皮膚上面 有一種麻醉了的一種作用 OK 所以這一種的毒素呢 為什麼呢 就是剛才我說 因為你了解了一個細菌的基因 OK 而了解了細菌的基因之後 其實也可以抽出基因 去做這個毒素 打到皮膚就會漂亮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說美容 如何使用這個基因 OK 那你都會 減肥也是大家很想做的 有些人說 喂 我不做運動啊 我很辛苦的 跑步啊 游泳都不行的 所以如果你知道 有一種自肥的基因 這樣就發達了 OK 因為自肥的基因 如果你知道的話 就可以做一種的藥物 去針對這種的基因 令到它沒有那麼活躍 OK 或者令到某一些 幫我們 burn fat的基因 更加活躍 聽到很開心 所以你可能 以後不用做運動啦 不用節食啦 那就可以做到減肥的效果 那就最完美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的狀態 你的身形 你的性格 愛貌 其實都是跟基因有關的 那也都會有一些的 研究 去將精子變卵子 卵子變精子 聽到頭都痛 因為我們知道 鋼細胞 鋼細胞 鋼細胞的原理 也是會刺激我們的基因 令到它由普通的皮膚細胞 變成鋼細胞 OK 鋼細胞又可以 將它變成 胚胎 或者精子卵子 那麼昨天也有個新聞 是類似這樣的 抽取了人類的細胞 將它變成胚胎 的細胞 或者鋼細胞 那也是很具爭議性 不過我是想帶出 其實是可以發展得很快 也都是你猜不到這麼快的 OK 等一會兒 好了 那些時間關係 要快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很多事情 很興趣 很興奮的 例如剛才我講的 我為你 改變它的基因 但是有時候 我們是不想改變 我也很想保護它 但是你可能吃了很多 自然的物質 或者受到一些 輻射的污染 令到有基因的突變 OK 那基因的突變 會令到一些 不正常的蛋白質 是會製造出來的 例如蝴蝶 我們最快 人類的基因突變 我們是很難看得到的 因為人類的基因突變 你可能要幾個 generation 才能看到的 OK 譬如你一個單一的 generation 我生了一個小朋友 它未必有一個表證 可以告訴你 它的基因突變 但是可能它下一代 再下一代 遺傳下去 你們會看到的 OK 所以我們要測試那個地方 究竟有多少的污染物呢 可能在一些動物 或者生物 昆蟲 和害蟲的身上 你會很快可以看到 因為它們可能幾個星期 就已經有一個 generation 有一個新的一代出來 比如蝴蝶 那些昆蟲 在日本福島 那一陣子的核福社的事件上面 它附近的蝴蝶 基本上變形 那些扭曲變形 都是因為基因突變的 很多時候 所以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基因 尤其是在我們法育的階段 譬如精子卵子 那些基因的改變 會直接影響到整個小朋友 OK 它下一代的基因 所以我們可以 基於這些資訊 也測試到 你接下來的小朋友 有多少機會 是會帶來 你一個有問題的基因 OK 那這些不多說 是某一些很明顯的表證 譬如糖節綜合症 都是基因特變的 OK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association 或者Foundation 他們有很多資訊 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希望幫到更加多人 所以我們學生 很多時候 因為了解了 有多少的基因特變 也都可以去公司幫忙 做這些的測試 那剛才我說 未來醫學 我們就不是 looking for 今天 明天 我們說未來五年 十年 剛才我說 我們可以做個人化的醫學 因為每一個人的基因 都不同 也都希望知道每一個人的基因 的反應 而針對你 基因問題 而給予相對的藥物 所以以前 就說一顆藥 剛才說Panadol 給你這麼多個 看看誰有效果 幫到手的 可能只有10% 幫不到手的 有90% 那怎麼辦呢 那接下來我們要Future medicine Personal medicine 就是每一個人 Supposed 有個基因 所以我們的藥物 都應該不同 OK 所以希望做到每一個人 都是effective 對於某一些的藥物 甚至疫苗 OK 好 那同學呢 可以在這個check room 看到 你們有講座的問卷 希望大家可以給一些意見 OK 與此同時 多給我幾分鐘 我繼續講下去 因為我都出名是多話說的 真是不好意思 就是 比較多是想分享 因為我覺得基因實在 太interesting 我覺得自己是十分之喜愛 這個題目的 那麼你們填這個 訓問卷的時候 就麻煩繼續 聽聽聽 左邊的耳朵 OK 所以我們那個personal 就是我們臨床的應用 希望每一個的基因 我們都要知道 究竟它出事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而可以做到個人化的醫療 OK 那麼 這張照片很有趣 Spider-Man 希望大家 可能都有看過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年代 應該你的年代都知道 Spider-Man其實都是genetic engineering OK 就是一個的基因特別 OK 那麼它去了一個實驗室那裡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蜘蛛 就針了它一下 接著那個基因就進去細胞上面 所以你覺得有點誇張 但是不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這個是其中一種 基因genetic modification genetic engineering 的方法來的 OK 所以呢 其實它是有擴修過一些 professor的大學 就是編劇 OK 是有少許科學根據 不是說完全誇張 那所以呢 可能幾年之後 看出街 有些Spider-Man 飛來飛去都不奇怪 哈哈 這個genetic engineering的技術 其實在去年也獲得了 諾貝爾獎 OK 也是透過一些技術 改變我們人類的基因 或者動物的基因 而可以令到解決疾病的問題 例如有些人等那些器官 捐贈等得很辛苦 或者等到真是過身都等不到 很難找到一個配合到你的基因 而有沒有排斥的organ的器官 所以現在最希望就是這個基因的 engineering的科技可以做一個 taylor made的organ 就是拿回你自己的細胞 做回你的心臟 是只有你的細胞 那就不會排斥 也都不會要等很久 那這個是我們最想解決 但是當然 在這個engineering的過程 也都可能會有些人 拿來做一個新的人類 或者人家說做Spider-Man 那就可能是扭曲了這件事 但是最想我們也是想解決 這個醫療的問題 好了 那時間就剛剛好 這就是我們的reference的information 最後呢 剛才我說 我主要是在CIE教Life Science 亦都是對Gene 對Cell Biology 是很有興趣 那我以前也做了 大概有八至九年的research 是關於Genetics 和Cell Biology 那所以你能看到 如果你對CIE有興趣的話 你能看到很多的課程 都跟Biology有關 Bio chemistry都有關的 那我兒子說 如果我沒有讀過 白科童CAM 那怎麼辦呢? 其實在我們第一年 亦都能看到下面打升 有General Biology General Chemistry 是可以讀的 OK 那你們可以補底 那這兩科其實是不深的 是等於大概中學到的Biology 和Chemistry 不過當然是英文去讀 那所以同學就說 那中文 我跟著中文讀 就追得很辛苦 那這個經驗呢 在這裡教了多年 都沒見過一個 是因為中文上來 而跟不上的 通常是在頭一個學期 都能跟得到的 所以我們會慢慢去 將你轉回頻道 OK 還有那些字都不會很深 基本上你會看得到 那如果同學有興趣呢 其實是可以去回 我們CIE的網站 看回Live Science的科目 OK 那剛才我說有 一些活動的相片 還有一些課程 你可以選擇什麼科 GEE 那最主要就是看看 你們自己對這些 特別的課程 有沒有興趣 OK 那你們可以呢 有空看看 那同學當然很關注 這個升學的問題 那升學呢 基本上科大 中大 香港U 以及自己的HKBU 都會給予相關的 UG Undergraduate Program UGC Funded 那你說UG Funded 用來都有 Self-by-Lens的 例如CIE HKBU 都會有Self-by-Lens的 science的科目 OK 那也有同學 去了海外升學 那所以這個 就是給你們的資訊 那所有科學 或者Bio-Chemistry Bio-Technology 有關的UG課程 那我們讀完兩年AD 都能夠連接上去的 那大部分同學 都能夠連接到 去年3的 那大學可能 給年2的提供 甚至年1的提供 都會有 那就根據成績 那如果大家是有興趣 那就是說 可能兩年後 要提供回到大學的時候 我們學校都有很多支持 例如會教導一隻CV 教導大家面試的技巧 那也都 就是如果我自己呢 也都會跟學生 有些面試的面試 那我會聯絡了這麼多年 不同的大學 有些什麼問題 問過我們學生 那我們都會 再約個學生 有20至30分鐘的面試 教他們一些面試的技巧 那所以這些 我們幫得到都會幫 做得到都會做 OK 那可以在QI Guru報名 那也可以打電話 問回長城 那如果你是有問題的 尤其就於science 或者lifescience 就可以直接找回我的 那你可以透過電話 找回 Dr. Sarah Choi 都可以的 OK 好 那不要嫌我長氣 哈哈 雖然我真的挺長氣 那所以 如果同學生有問題 可以現在問 那沒有問題呢 如果你們想參加 之後其他講座也可以 先行離開 那我去你有興趣的talk那裡 再繼續聽 多謝大家支持 多謝大家的留心 OK 希望大家都覺得這個talk 很興趣 那未做問卷的 麻煩都可以幫我填一填 這份問卷 在checkbox那裡 見得到我同事 發了一條link出來的 好了 可以開啥問問 當然可以了 同學 你好 你好 那問呢 Health science 和Life science 其實有什麼分別 當中其實有什麼分別 還有呢 想問問 如果今年DSE 考不太好 進不了大學 而想讀學生 但是就透過你們的學校 參加副學試的課程 嗯 那想問問是Life science 還是Health science 是似學生的呢 其實 有沒有說讀哪一個科目 是更少或者容易進入的呢 那我先解決了Health science 和Life science的分別 那同學問得很好 因為有些同學仔 都可能呢 都有這個疑問的 你見得到呢 其實呢 讓我分享一下 其實 Life science 的課程呢 都像Health science 但是Life science 多了很多Cell biology OK Bio chemistry 的課程 那所以呢 這些課程呢 其實跟 學生是有少少關係的 譬如我們有讀 Human Visi 就是人體學 那也都會讀 細胞 細菌學 那這些其實全部 Nurs Year One 都要讀的 一些比較深入一些的 Bio biology 的課程 所以如果你看回 UGC 分別 譬如我現在分享了一張文章 我們也有同學仔 他去了Lursing 譬如Poly U的Lurs OK 那中大的Lurs 都有同學仔試過去得到的 但是Lurs 你預算了 因為他那些是很專門 要Paticon 即是要實習 所以他收到我們的學生 你讀了2年AD 但是去到Lurs 都是由這個溫度起的 OK 那這個就是我可以給你的資訊 那Health Science 就比較普遍的 譬如讀一些社會政策 怎樣可以 譬如現在講的疫情 那些什麼方法 控制疫情 或者做一些社會的 一些研究的research 那這些research 可能呢 未必是在實驗室那裡做的 但是Lursing 很多時候的research 都是基於一些實驗 但是Health Science 很多時候都要出去做一些調查 一些問卷 OK 那邊就跟社會的科學 有一點點關係 還有他們學的比較普遍 一些去了解整個健康 我們怎樣可以推動一些的活動 或者推動一些的knowledge 或者照顧不同年紀的需要的人士 一些什麼技巧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Life Science 就比較細胞學少許的 就是人體細胞學那邊 就是深入一些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Lursing 就是以我的經驗 我們有Life Science學生 是去得到 想得到Lursing 但是就是這個溫度起的 因為Lursing的program 它是不可以減少年份的 如果你現在看到一些 Biological Science Modiculology 中大 或者科大 或者BU HKBU 就是年3的 收入學生 但是Lursing 就不行的 Lursing 如果收入我們的學生 就由年1讀 給的 這件事情大家要知道 但是有機會想得到 我們每年都有同學 可能去到Poly U 或者中大的Lursing 那同學 就可能去回醫護 就是可能去回醫院那裡讀Lursing 比如東華 或者去回浸會大學 收入我們Lursing的課程 都會有 所以Life Science 你可以說 是可以幫到讀Lursing的同學 在年1月的時候 輕鬆一些 因為很多時候Life Science 已經讀了 他們要讀的一些細胞 細胞學 OK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就是剛才我分享這個 比如BioChamp Cell Biology Human Physiology 那應該對Lursing 是很有用的 因為人體學 麥拜 細菌 細菌學 其實讀Lursing 也很有用 要懂的 所以是在Ticket 上去的 是的 我想問 General Biology 和General Chemistry 是否和中學大部份的 都是讀差不多的 如果我高中的話 選了Camp By 而又想進入這一科 會不會免讀這一科 即是可以不用讀的 Camp By 可以選擇 可以 就是打星那些 其實是可以讓你去 到時有個List 讓你去選擇的 但是這些 我們打星就是提議大家讀 但是你說不是 我那個 知識已經很強的了 到時你可以看看 有些什麼科 可以讓你們再選擇 但是大部份同學 都會選擇這兩科 因為很多同學都 即是說中學有讀 但是因為這兩科的設計 都和你年二的科目 有些行接的 所以你讀了這兩科 可能會比較容易 配合你們 上年二的時候 讀的科目 明白嗎 所以就算你很強的 知識也好 我們都建議你讀 當然你有自由去選擇 不讀的 到時你可能選下面這些科目 都可以的 連收了這些 都可以選擇來讀的 是可以的 明白明白 好的 好 謝謝 大家有沒有其他同學有問題 那我都會留一點點空間 讓其他同學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們沒有問題 我都可以繼續說 除了這些選擇的課程 那些需要的課程 即是CS的課程 那這些五課 就一定要讀 OK 那也是對你們的升學 很大很大幫助 因為我們是針對大學的 年三和四的研究 去設計的 那當然 主要都想你們先處理 年一和二 那如果不是 呢 上去就可能吃力 OK 但是我們都有一些很新 有些更新的題目 例如 Genetics Evolution 其實這些題目 通常去到大學的年三才讀 但是我們都想放上去 是因為 我們想幫幫大家同學 上去沒有那麼辛苦 那雖然這個題目很深 但是我們都是很淺白地 教了一些基本的知識 那最後那些同學 現在正在讀年三、四的同學 都很欣賞我們那時候 例如 Biochemistry Genetics 其實他們去到大學 有時應付不到 他那個時刻的 教授用的課程 都會拿回我們這裡的課程 去參考 那所以 回來的 feedback 他們覺得是很大的幫助 雖然他讀的時候 在這裡讀的時候 覺得那些東西很辛苦 好像很多很深 但是上去大學 我發覺 幸好有讀 幸好他教得深一點 那他就可以應付得到 那所以 進來的時候 那些東西是會 慢慢會 對應到大學的 level 但是 我們又不能太淺 因為 只是想幫同學 就不是說給同學合格 拿高分就算了 那我們是想幫到他們去升學 那所以 你看到這些 topic 如果你去回到其他大學 比如去回到浸大的 學校的學校的 UG program 或者科大、中大 你都會看到這些大的 topic 所以我們針對他們 市場需要什麼課程 我們要開的 好 那我想同學 其實想問問 其實想問問 之後 如果參加了你們的課程之後 如果有其他同學想讀學位 其實會不會說 群組合在一起 跟老師說 再開一個類似 學位的輔助班 有沒有說這些 想去讀學士學位的課程 其實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課程 都對應得到 年1、年2的課程 所以我們的同學生 上對課程 問題反而不大 因為他們上對課程 是由年1課程 是嗎 因為我們不會有 他們學生學位的工具 去給同學 或者做醫療的課程 他一定要去回學生學位 所以就算我們開課程 去針對幫助他們 即是想幫助他們也好 去到學生學位的課程 是很嚴重的 其實所有的學校 即是所有的AD 課程 去到學生學位 都由年1課程 所以我們現在聽回來的同學 讀學生學位的課程 是一點都不吃力的 因為他們反而覺得 年1課程的課程 是淺白的 因為他們這裡已經讀了兩年 所以我們這裡 例如人物理學 這兩科 特別是針對 他們可能是有機會 上科學科 或者學生學位的同學 都能幫助得到 所以我覺得 那些同學都滿意 即是上課程 都不覺得吃力 如果你說 譬如他們有 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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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如果同學想讀學位 很多時候都跟我說了 我們都會告訴他們 譬如哪些學生學位是聘請 或者有些學生學位的同事都會發電郵給我們 即是跟我們說 我們開始接受報名了 有沒有同學有興趣 我們都會針對照顧這班同學 以及他們 譬如要面試 我們都會抽一些跟學生學位相關的問題 問同學 幫他們寫記憶書 當然他可能成績都穩健的 我都會寫記憶書給他 他都會描述幾句 他某些性格的特質 可能是適合做學生學位 或者講述他這兩年的表現 在人生理科學 和科學科學課 都表現得很好 在研究科學方面 那些技術都可以擁有 我們會針對性地寫記憶書 我相信這一方面都會幫到他不少 所以就不用擔心 是 可以嗎? 解答到問題嗎? 解答到的 謝謝你 好的 我們都不阻礙之後的同事 或者同學可能有興趣 其他講述的 我們在這裏就 說了 希望有機會見到大家 或者大家有問題 可以再打電話 也可以 好的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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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上 現在我們會打電話 到 LGBTQ 感谢观看